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來報名參加 身心障礙嘉年華是桃園市年度重要活動之一 由桃園市政府指導 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及桃園市三項運動推廣協會共同主辦 希望喚醒社會大眾 給予身障朋友多點付出及關懷 鼓勵身障朋友們跨越生理障礙 享受無愛人生 那我希望未來這個我們身障的這個運動的設施 也能夠增加 包括我們的公園 能夠有多一點共榮式的郵具 包括我們的這個運動中心 那也有身障者適合的運動的設備 主要就是希望這些身障障礙的市民朋友們 可以一同享受這個運動的一個樂趣 那我們在這個活動中 也是舉辦了很多的一個趣味的一些競賽這樣子 然後也是鼓勵他們可以在運動的方面 可以得到很多的健康以及快樂 加油 加油 身心障礙者他們平常其實很少參與這樣子的一個大型活動 那這一次的這個讓他們參加這個活動 都是針對我們身心障礙者去規劃的一些趣味競賽 甚至也提供了一個才藝表演的舞台 讓這些身心障礙者 因為他們孩子是最喜歡有這種舞台去發揮 會建立他們的自信心 那在趣味競賽中他們可以發揮他們的反規精神 可以了解說今天必須得一棒接一棒 讓他們會有凝聚在一起的心 運動是基本人權 才藝是生命中潛能的展現 今年的活動內容包含五大項 分別有有愛舞愛音樂饗宴 身障團體才藝表演 各障礙類別親子趣味競賽 身心障礙福利成果及各類苦劇展 愛心園優惠 其中在趣味競賽方面 報名隊伍高達48隊 可見今年活動參與相當踴躍 這次比較特別是有園優惠 然後還有輔具展 還有親子的一個趣味競賽的部分 那就是希望透過這些活動 然後還有輔具 那可以讓我們市民朋友 身心障礙的市民朋友 有更多的資源 然後以及活動 然後讓他們有更好的一個運動環境 像我們學校是有一些特殊的小朋友 他們其實比較少參加這種活動 然後一起出來的話 就是也還不錯 因為他們可以多多活動的話 增進人際關係 也是很開心的事情 去味競賽今年最大的特色 是增加親子闖關的遊戲五種 從投籃百分百 力拔山河 百發百中 大手接小手到棒球九宮格 無論是學校 社團 親子 都能夠好好放鬆身心互相交流 營造有愛無愛的柔性氛圍 我們就是透過一些學校 然後還有一些委員會 然後來推廣我們的這個活動 希望在親子的部分 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互動 然後一同體驗這個運動的樂趣 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的身心障礙者 然後以及市民可以更重視這個活動 然後讓我們的運動可以 真的是落實的全民運動 桃園市身心障礙市民大約有八萬人 市長鄭文燦期望桃園能成為身心障礙的友善城市 大家不只是接納 更重要的是願意多做一些付出 讓身心障礙的市民朋友 從小到大 從學生一直到社會 都能夠給他們更大的支持 讓身障者不只是生活品質要提高 生命的品質也能獲得更大的灌溉